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没有海报的地方 看一下笔是不是四只 它现在是不是四只竖在一起 先让它竖在一起 等一下要用的时候我们再打开 然后现在的时间请你先看一下 你自己的同理心地图 我们等一下会从同理心地图再往下上 所以你对自己的同理心地图比较有感觉 我们等一下上你才比较有感觉 OK了 来好来各位请转过来 理想老师 这边很好 后面也很棒 这边也很棒 来看一下我们这一次DFC课程 要进行到什么地方 我们上一次画了一张对不对 正中间有一个人 然后他有看到什么听到什么 然后他做什么他心里想什么 那这个是什么图啊 同理心地图 对不对 桌上是不是已经先放了自己的同理心地图 刚刚老师请你花一点点时间 先看一下你的同理心地图 看完了吗 看完了已经对他有印象 回想起之前上课的印象 对不对 如果还没有的话等一下稍微多看一下 因为我们今天要从同理心地图 里面你上次整理出来的结果 然后我们要再来做出这一个设计路线图 开始上课之前 一样我们要来建立课程默契 总共有四项对不对 第一项叫做 没有标准答案 像我们上次讨论出来同理心地图里面 烧麦哥哥他心里面有什么痛苦 有人说他的痛苦可能是因为猫咪都医疗的时候听不懂人话 然后所以他都会反抗 有人说他觉得是经费缺乏 到底哪一个对 都对嘛对不对 我们都是从他的访谈里面整理出来的 所以这些都可以 所以绝对不要说 你那个就是乱讲的 除非他今天讲的跟课程没有关系 不然的话我们都听听看 能够用的我们就把它用起来 来看一下第二个叫做 保持开胖的心 对对对 尤其我们班上有一些从外星球来的 对不对 好我们大家 外星球的语言要听 我们来听听看 有没有不一样的想法 然后如果说他是有用的 就把它采纳进来 来看第三个 每一个人的投入都很重要 非常棒 我觉得今天念的超级棒的 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很投入 所以我们等一下会分配工作 那每次你会轮到什么工作不一定 这表示老师在讲解的时候 你要很认真听啊 不然就哎 啊接下来要做什么 就是你要做啊 啊你刚刚没在听就很可惜 来看来确认 来第四个是什么 确认每一个人都参与讨论 我们一组几个人 四个 对啊四个人都要发言哦 不要每次都只有一个人发言 你知道其他人这样看着他 这样子那不行啦 他再怎么厉害 四个人起想效果会更好 好我们复习完课程默契之后 接下来我要请你来看一下 我们的设计路线图 为什么要看那张空白的纸呢 请你就看这里 不用看你的桌上的 看这里哦 明明是四个哦 有没有人能告诉我 这个四个哪里不太一样 它是平均分配吗 还是有没有哪边比较大比较小 这么多人还知道 我来看一下 来你告诉我 就是一二三四 三比较大的 有没有看到 第三个是不是比较大的 我们大家给他掌声鼓励一下 非常好 观察力很敏锐 我刚刚也有看到 跟他一样的结果的请举手 哇你们观察力怎么这么好 来手放下来没错 所以来稍微掀开 你自己同理清地图 稍微掀一点点就好了 看一下下面 你有没有看到你自己的设计路线图 四个不一样大 最大的那一格要放在第几格 第三格哦 放错就表示现在没有认真听 稍微掀开听得懂吗 那个听地球话哦 好所以等一下知道 我们应该怎么放了 小格的第一格第二格 第三格比较大 然后是第四格 好设计路线图 我们已经知道要 它的顺序是什么 接下来就要来填东西啦 到底要怎么填呢 诶复习 我们先来确认之前 同理清地图里面的内容 第一行念一下 看看之前 看一看之前完成的同理清地图 完成下列问题 有两个问题哦 第一个要问的是 我们选定的使用者是谁 第二个要问的是 我们选定的是什么议题 那来想想看 我们写在格子正中间 使用者是谁 负责人对不对 非常好 没有人写烧麦哥哥非常好 因为如果你写烧麦哥哥 他谁啊 只有我们知道他是谁 我们有访谈过他 但是如果我们想要让其他人知道的话 我们要介绍的是他的身份 所以我们今天选定的使用者是 拼图喵的负责人 那拼图喵是什么 我们也担心会有人不知道 所以拼图喵他是什么样的机构 什么的中途之家 所以我们这句话应该改成什么 我们选择使用者是谁 猫咪中途之家的 非常棒 不要讲话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大家都很认真听 他刚很认真看着我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来我们选定的使用者是谁 猫咪中途之家的负责人 他真的很认真听对不对 大家给他掌声鼓励一下 第二个 那他是猫咪中途之家的负责人 我们选择的议题是什么 我们是要关怀他今天有没有变胖吗 还是关怀他要不要变漂亮 我们想关心他 是他的生活当中的什么部分 是不是流浪猫的部分 因为他就是在照顾流浪猫 那为什么他需要关怀呢 今天他如果只是照顾一只猫 好像也不怎么辛苦 他照顾多少只猫 很多只耶对不对 表示为什么他会一个人需要照顾八十几只猫 这表示流浪猫 很多啊 所以我们选定的议题就会是流浪猫 很可爱猫 议题议题 他的问题是出在什么地方 流浪猫 太多了 所以你说说看 如果我们选定的议题 我们要怎么样写的比较好 帮助一些街猫让他找到主人 你觉得是帮助街猫 可是我们前面写的是拼图喵 是猫中途之家负责人 我们已经针对猫的中途之家 有没有人有其他想法 再想想看 既然是已经在中途之家里面的 那我们要帮他解决的是 鸡猫的问题 还是哪里的问题 来你说说看 中途之家里面的猫 好后面的那个要做什么事情 就先不用讲 但前面的那个对象很棒 对不对 我们想要帮的是谁 中途之家 中途之家里面的猫 所以我们选定的议题是 中途之家里的猫咪很多嘛 对不对 他才会负担起来很辛苦 你看他那时候跟我们讲说 大堆的医疗 还有讲什么 他讲什么问题 太记得了 吃饭 要煮好多吃的东西 还有啦 还有什么问题 这个 那个 钱不够的 非常好 你上次很认真讨论 对不对 钱不够 他就一直在想说怎么筹钱 对不对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问题 就是因为他讲 八十几只猫欸 对不对 所以 来 我们复习一下 这边的议题 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写 中途之家里面的猫咪 太多 太多 嗯 所以他当然想尽量多收容一点 所以他一个人养 然后把他挤几猫 可是啊 要做过这些猫很辛苦欸 可能还有更多的猫想要进来 好 这两个是我们之前讨论出来的哦 对不对 所以 我们要把他怎么填进我们的设计路线图呢 这个东西 从头到尾复习一次 来 我们选定的只用者是 刚刚讲的是谁 中途之家的负责人 第二个我们选定的议题是 中途之家里面的猫太多 没错 非常好 所以来各位 我们请你现在把你的设计路线图的那一张 轻轻的拿到上面 不要把它弄破了哦 先放到上面来 要看清楚哪一格是第一格哦 拿反的就是刚刚没有认真听 第二个动作请你把那一树笔打开来 一个人选一个喜欢的颜色 好拿好就好啊 请转过来 我们要把刚刚大家一起讨论出来的东西 填在第一格 你要确定第一格在哪里 但是怎么填呢 仔细听好 让你们学柄的颜色是有原因的 因为每个人要写不同的东西 看看你刚有没有认真听 来 如果你是拿蓝色的笔 运气很好 你只要写三个字 写使用者 但是呢 要记得是分成两个哦 长长的一条中间切一半 请你写使用者 使用者要注意的事情是字不能太小 也就是说 你看我的使用者是在这一格占到一半 你不要写小小的使用者 不是在写那个生字词语不佳一本 所以请你注意字的大小然后写冒号 好 接下来如果你是拿咖啡色的请举手 好恭喜你 你是第二轻松的 你要在这一格的中间地方写 面对到的问题冒号 然后有人开始哦了 为什么呢来 接下来我是拿红色的请举手 恭喜你 你要写的是使用者 但是不是直接写在上面 请你拿便条纸 然后把我们刚刚 帮大家统整出来的使用者写在便条纸上 一样字的大小要够大 就是那一张便条纸要写满 然后贴在这个格子里面 啊剩下是什么颜色 自己橘色我什么颜色 橘色来请告诉我 橘色纸要写的是什么东西 面对到的问题写在什么上面 便条纸上面要注意的是字的大小要够 大 这样大家才可以看得到 这样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这一格整理出来给大家四分钟的时间 开始动作 没法问 2 4 4 5 5 6 5 6 5 7 來 我們準備好素材了 寫出了使用者跟面對到的問題 接下來要做什麼事情 我們要來做巨型練習 瞬間變成國語課 所以我們接下來要做的事情是POV設計巨型 POV是Point of View 有沒有人英文很好 就是觀點的意思 我們之前為什麼叫做同理心地圖 因為同理心地圖是我們要學著站在誰的角度來看事情 那別人是哪個人 使用者 使用者是誰 負責人很好 什麼的負責人 中途之家的負責人 不是從我的角度看嗎 我的角度看就是我跟貓玩 貓很開心我也很開心就好了 他要想的東西好多 你看他提到什麼醫療啦 又提到錢啦 又提到每天主持的啦 每天親他的便便 這些都沒有想到對不對 所以我們希望站在他的需求 才會知道他們到底缺乏什麼 我們幫忙才能夠幫到點上 對不對 不然的話我們在那邊瞎幫忙 沒有辦法幫到點上 就像老師上次跟你舉例的 如果說今天我想幫我的好朋友成績好一點 然後他數學很爛 我一直幫他補國語 欸不會成功欸對不對 我們要知道他到底缺乏的東西是什麼 那麼這個Point of View的這個設計巨型 巨型長什麼樣子呢 我要請全班一起來念一次 念的規則是這個樣子的 念如何協助 當看到虛線的時候就念什麼 如何協助什麼使用者 然後在什麼情境時 我們把這整句念完齁 一起來念一次 來如何協助 如何協助什麼使用者 在什麼靈性 你客人有什麼困難 好 所以老師幫你先舉一個例子 示範的例句 如果以之前我們舉的那一個例子 那個臭所彩彩樂的 就是他們那邊老師衝不乾淨啊 所以他們的使用者可能會是低年級的小朋友 那他的情境就是上廁所的時候 對不對 那他遇到的困難可能是 為什麼他都不沖啊 他可能覺得是廁所要沖水好無聊 要等好久 所以大家一起來念一次例句 來如何協助 如何協助低年級小朋友 在上廁所時 可不覺得沖水好無聊 要等好久的問題 這是老師的例句 回頭來看看我們自己的 想想看如何協助 使用者已經知道了對不對 剛剛整理出來 使用者是什麼 貓中途之家的負責人 那他在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他在睡覺的時候 還是他在照顧誰的時候 照顧貓咪的時候 他在照顧貓咪的時候 但是到底要克服什麼困難呢 這個地方就要動動你們的腦筋囉 我說了希望大家腦洞大開想想看 但是不是自己隨便亂想 現在要做什麼事情呢 請你把你的設計路線圖 稍微跟你下面的同理心地圖錯開 我們要把那兩張粉紅色的紙肉出來 還記不記得我們後半段整理出來 左下角是整理出什麼 他心裡的什麼 困難痛苦對不對 右下角整理是他的什麼東西 期待非常好 上課超認真 所以今天他要克服的困難 就要請你從你的左下角那一張 上一次整理出來他一大堆心裡面的痛苦 中間找出來一個我最想要幫他解決的痛苦 那我們先來複習一下 我等一下會隨便到一個組別 請你告訴我 你們上次整理出來有哪些痛苦 找出一個就好了 好不好 你可以告訴我 你們上次有整理出什麼 很好要不要大聲一點 疫情期間捐款電腦 一個就好 聽懂地球話非常好 如果他整理到這個是不是痛苦 如果你很想幫他解決這個問題的話 我覺得這應該是他最大的痛苦 也是我可以幫得上忙的 你就可以選這一個 有沒有其他個呢 來公認你做一個看看 沒有人能養愛隻貓 沒有人能養愛隻貓 他覺得愛隻貓其實沒有那麼可怕 他當然生病了不那麼好照顧 但是他也很可愛啊 所以如果我覺得這個東西 他是他心裡的痛苦 我也很想幫他解決 你就可以田徑克服什麼什麼困難 克服沒有人想能養愛隻貓的困難 對不對 好我們再來一個 大家都很害怕愛隻貓 如果是從害怕的角度出發的話 那我們心裡想說是大家會怕 那我們可能就會想說 雙塊哥哥不希望大家害怕 他心裡的痛苦 那我們可能可以協助他的事情就是 讓大家 對 讓大家不要害怕 那你就說老師我上面好多個 他有好多痛苦對不對 你看他經營一個中途之家 遇到非常多的狀況 那選哪幾個或是選哪一個 答案是一個 你覺得你最幫得上忙 或是你覺得他心裡最痛苦的 那有人說老師我覺得他有兩個都很痛苦 不是這兩個我都很想幫忙可不可以 可以想辦法把它結合在一起 比如說如果說今天愛隻貓是需要宣導的 宣導大家好好認識愛隻貓可不可以 哎領養貓咪可不可以用宣導的 可能也可以對不對 那這兩個也許就可以結合 所以在這個地方啊可以透過來 上面兩個已經都知道囉 我們要協助他在做過貓咪的時候 要克服什麼困難 這個困難等一下就小組來討論 請你從你們左下角的那個他心裡的痛苦當中 選一個至少一個 那你說真的很想要兩個也可以就把那兩個結合起來 然後放在這個地方 克服什麼什麼什麼樣的困難 那這個巨型寫出來要放在哪裡咧 來設計路線圖的第二個 就要把POV的巨型寫上去 如何協助誰在什麼情境的時候克服這個困難 這個地方花一點點時間討論 所以給你5分鐘的時間來開始動作 不用直接寫 你可以先寫如何協助 然後你們來討論想要哪一張 誰寫沒有關係誰寫都可以 如果真的想不出來 剛剛沒有寫的 剛剛寫最少都不會寫的 剛剛是最漂亮的 好 再一分鐘喔 等一下每一組要請一個人站起來 來密一下你的POV巨型 然後請其他的給他回饋 這個是要寫照顧貓還是要寫這個 沒有我們寫 沒有人來討論 是他啊 所以他自己會不會來照顧貓 會照顧貓 對不對啊 所以是他在照顧貓的時候 對老師其實是克服 他在照顧貓的時候 他要克服沒有人來陪貓 什麼叫做沒有人來陪貓 那你們可能就要寫得更清楚一點 我會建議那你這邊的時間 就是寫在疫情期間 因為他們平常其實很多人參觀 好不好 可以嗎 懂我的意思嗎 因為他們其實平常很多人參觀 現在沒有人是因為疫情期間 再30秒喔 等一下每一組要請一個人上 站起來發表你們的POV巨型 現在站起來還沒啊 我幫你看 這個字的大小更棒 小的問題 好吧 好來各位請把筆放下來 六組對不對 我們這一次不從第一組開始 我們從剛剛我問了幾次都表現非常好 來從第六組開始 第六組請派一個人 那另外兩個人幫他拿起海報 借人家看一下 然後你唸一下那個你們的POV巨型 站起來拿 來各位請把頭轉過來 我們來仔細聽 當一個好觀眾 如何寫 我們的POV巨型是 我們的 POV巨型是 如何接觸貓中途之家的負責人 在疫情期間 克服捐款和領養人變少的問題 非常好對不對 大家給他掌聲鼓勵一下 我們的負責 我們前面的使用者都一樣 那他情境講得非常明確 在疫情期間是不是捐款變少了 就是在上次訪談的時候就知道 所以他就想說 那現在還在疫情期間呢 那我們怎麼樣來幫他解決 即使是在疫情 都還可以讓他持續有穩定的捐款 那我們就可以想想看 我們可以做什麼 比如說像燒賣哥哥 他自己也有提到一些 他們在開始賣東西 那我們也可以想想看 有沒有其他可以募款的方式 對不對 這就是一個非常好的POV劇情 好接下來下一組 第五組 兩個人拿然後一個人念 然後轉過來面向大家 剛剛第六組講的時候 大家都很棒 是很好聽眾喔 來看一下這次 這張不用拿 孩子 星星啊 你要不要站旁邊 一起一起 好來來 我們是第五組 我們的POV劇情是 第一組專心聽 如何協助貓公主家的負責人 在疫情期間 克服捐款變少的問題 所以跟剛剛那一組一樣 對不對 這也是一個很棒的觀點喔 所以我們大家 這兩組想法都一樣 既然都一起期間知道捐款變少了 我們就要想想看 怎麼樣在這個樣的情況之下 還能夠讓他維持有穩定足夠的捐款收入 來給他掌聲鼓勵一下 我們的劇情是 如何協助貓公主之家的負責人 在照顧貓咪 是否貓咪在醫療上面的恐怖 這個也是一個很棒的觀點對不對 大家先給他們掌聲 上一次在整理小麥哥哥的訪談的時候 其實他也有提到 貓聽得懂人話嗎 他聽不懂 所以你拿針搓他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 你要欺負他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切入點 今天我們已經知道了 就算再怎麼注意 你會不會有時候會生病 貓會不會有時候會生病 會耶 那所以已經知道貓在醫療的時候 他就聽不懂人話 你跟他講說不要怕 打針是為了你好 他是聽不懂的 我們有沒有可能協助他 也許我們是製作什麼符具 或者是貓可能聽到什麼醫院的時候 會比較放鬆 或是如果在打針的時候 你陪他玩 他可能會比較放鬆 想辦法幫他製作符具 或是想辦法陪他玩 或是燈光調成什麼樣子 讓他在醫療的時候 不要那麼緊張對不對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棒的點 這組的想法很棒 接下來第三組 來 大家給他們掌聲鼓勵一下 現在有三組 大家想法都一樣 都會想辦法他們錢不夠 我們想辦法幫他們賺錢對不對 可是每個人可能想出來方法不一樣 是想辦法幫他們賣藏品嗎 還是怎麼樣 這個時候可以再討論 來第二組 轉過來 然後面向大家 我們的COV事情是如何協助貓咪 中途之家的負責人 在照顧貓咪 時克服捐款不足 參觀人數少很困 這一組講到兩個對不對 你們有聽到嗎 他們想解決哪兩個困難 一個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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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是捐款不足 一個是捐款不足 一個是參觀人數變少 這兩個可能是有相關的 如果你今天去參觀完 你覺得這邊表現好好 我很想幫忙 你可能就會捐款對不對 所以兩個集合在一起可不可以 可以 所以兩個都可以想想看 我可不可以有什麼方法 又可以幫助到第一個 又可以幫助到第二個 或者是 你看我覺得他們想要解決兩個問題 他可能就是第一個行動 解決第一個問題 怎麼樣幫他們捐款變多 我在想別的行動來想想看 我怎麼樣可以幫助那個地方 更多人去參觀 為什麼人家去參觀 參觀完之後才可以怎樣 對啊 今天你比較了解了之後 你看到這隻貓好可愛 他一直陪我玩 你就會覺得 好可愛喔 然後呢 帶回家 帶回家多耶 這樣就領養嘛 對不對 所以到現場參觀是必要的 對不對 那在疫情期間怎麼樣 可以安全的讓他們參觀 這個我覺得也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 好來 要走 第一組 我們的COV劇情是如何協助貓中途之家的負責人 在疫情期間時克服沒有人來陪貓的問題 喔 所以你們想要解決是沒有人來陪貓 那個燒賣哥哥是不是有提到 如果沒有人來陪的話會發生什麼事情 他們會不會繼續照顧 謝謝先請坐 大家先給他們掌聲鼓勵一下 就算沒有人陪 燒賣哥哥會不會繼續照顧貓 會 但是那為什麼會提出來 他心裡的痛苦是什麼 他為什麼覺得會需要有人來陪貓 陪貓的下一個動作 來你說說看 你今天上課表現很棒 這樣子 希望有不同的人接受 然後呢 貓就怎麼了嗎 還是就會發生 對 有聽到他說的嗎 對不對 為什麼需要人來陪貓玩 我就每天給他吃 每天幫他親便便 貓也還是活得下去啊 他其實希望陪貓玩的下一動是什麼 可能是希望 你說說看是什麼 他也可以告訴別人 這裡有一個拼圖 喔可以讓更多人知道 這邊有拼圖喵對不對 你常常過來陪 一個告訴一個說 這邊有拼圖喵 照顧貓照顧得很好 裡面有好多貓 你來陪貓玩一玩 可能就會看到很可愛的貓 我有機會就可以領養他 所以你們想到這個困難 我們就要想進一步 怎麼樣解決 他到底為什麼會提出來 希望人陪貓玩 可能想要解決的是什麼問題 對不對 好剛剛五個都看完之後 如果說你今天想到別人的那一個點 我也覺得很棒 我想要加上去也可以 或者是剛剛聽到別人的 他的跟我很像 但他有哪個地方表現得稍微好一點 我覺得我可以進行微調也可以 所以等一下給大家一分半鐘的時間 再審視一次自己的POV巨型 來看一下有沒有地方需要調整 讓他更完整都沒有問題 如果說你說中間要插字 你就畫插入符號 把那個句子插進去 這樣有沒有問題 一分半鐘計時開始 看怎麼樣讓我句子更完整 或者是說我覺得有其他的觀點很棒 我也想加進去的 可以啊就是比如說這樣刮好的 箭頭進去一看得懂 盡量讓大家都看得懂為原則 所以我才說字要大 你要補東西進去比較容易 你怎麼一直都那種不太有精神的樣子 你要不要去洗洗臉 可是你中午不自己吃了 我覺得你們的切入點很棒 然後可以繼續做下去 要加別的也可以 那如果是醫療 其實我們剛剛就有討論 今天貓就是會怕嘛 他們就聽不懂人話 我們能不能夠減少他的恐懼症 就是最棒的對不對 這樣OK 等一下我們要再跟大家報告一次 我們修改過後句型 那這一次我會要求不同的人念 念一下POV句型 我們來看一下每個人修改過後的狀況 這樣OK嗎 每個人的發言都很重要啊 所以剛剛發言都很棒 這一次換你們這一組 其他也很棒的人 好了嗎 好了嗎 好我們再等一下還有一組 等他20秒 那剛剛從第六組開始表現非常好 這一次我要顛倒過來 所以我會從哪一組開始 哦 第六組就壓軸 因為我覺得今天第六組表現得太棒了 好來第一組先起立 換人念哦 這樣每個人才有表現的機會 來我們來看一下他們修改成怎麼樣 是不是變得更完整 好來請說 我們的POV系選手 如何協助貓中徒之家的負責人 在疫情期間 特殊沒有人 和貓面均衡自己的問題 來給他掌聲鼓勵一下 有沒有發覺 他們今天發覺 沒有人來陪 然後錢也不足我兩個可能可以一起解決 所以他覺得這兩個我想把它合併在一起 可不可以可以哦 我覺得能夠採納別人意見是最棒的 不然永遠都是自己悶著頭做 別人有很棒的意見才那進來 你就會越來越棒 來第二組 再大聲一點好不好 好來給他掌聲鼓勵一下 這一組是當初原來就有兩個想法 我兩個困難都想解決的對不對 一開始那個心就很大 我覺得很棒 來接下來下一組 再大聲一點好嗎 我們的 有沒有發現他也發覺這兩個可以一起解決對不對 我們怎麼樣可以讓更多人去參觀 參觀完就可能會想要捐款對不對 這可能可以一起解決哦 來給他掌聲鼓勵一下 接下來是我們這個那個 特別的那一組 我覺得他們觀點很棒齁 來聽聽看他們的 來站起來 拿高一點好不好 再大聲一點出 你看 你看他現在把貓咪的情緒也考量進去了 貓會怕嗎 為什麼會怕 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我就會反抗 所以他越來越聚焦了 我怎麼樣可以減緩他的恐懼 可以減緩他的反抗 這樣是最棒對不對 來等一下掌聲鼓勵一下 每一組都在進步 我來看一下 第五組跟第六組 今天前半個表現很好 現在是一樣好 來 第五組 站起來要換人念哦 一樣要很大聲 我們 我們的POP 那個問題是 如果 巨型 我們的POP POP巨型是 如何協助中組之家的負責人 在防疫期間 是 克服 是克服捐款問題 變小漢貓沒有人陪伴的問題 有沒有他也發現了 這兩個很有可能 可以一起解決對不對 欸他們也在進步 來給他們掌聲鼓勵一下 接下來 來輪你們壓軸 來請起立 要換人念哦 大聲一點 欸要面對大家 我們的POP巨型是 如果協助貓中組之家的負責人 在疫情期間 克服更多內 營養人數變小的問題 對不對 他們也在進步了 來給他掌聲鼓勵一下 好 我們現在填到這一格對不對 來 有五分鐘的時間 要做什麼事情 桌上筆先竖起來 免得他飛掉 把那一束筆壓住你的紙 便條紙也壓在上面 有一點點想上廁所了 先去上一下 因為等一下一上課 我就要看你們做得很好 在教堂在教室等我 欸喂 這樣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好來各位先下課 來各位請坐正面向我 超快的 我現在都分不出來哪一組動作 比較快 我們現在寫完前兩格對不對 欸名字叫設計路線圖 當然也要後面的部分啦 後面要做什麼呢 我們來看下一張 一起來念一下這一句好不好 這句很重要 我們知道他卡在這個地方 他出現困難了 然後我們就要想想看 如果我們真的幫他解決了問題 怎樣叫做解決他的問題 我舉例來說 假如我今天想要解決的是 他覺得路上太多愛滋貓 那他想像最佳情境有沒有可能是 那全世界的愛滋貓 都我來養就好了啊 有可能嗎 對不可能對不對 沒錯所以最佳情境很重要 你要知道我怎麼幫到他 他心裡才會覺得這樣很舒坦 所以我剛剛舉的那個例子 就是很瞎的例子 這絕對不是他心裡面 覺得這個狀況是最好的 那我們怎麼去想像 能達成的最佳情境呢 來各位 句子變長囉 上面我們本來寫在第二格 還記得那個POV句型嗎 如何協助什麼使用者 在什麼請禁食 克服什麼困難 那要克服這個困難之後呢 因為對他來說 什麼很重要 來中間這句很重要請念詞 因為對他來說 因為對他來說 什麼很重要 就是他心裡面的需求 以剛剛的那個例子來說 他說哇街上的艾滋貓太多 大家都好怕艾滋貓 如果是這個狀況的話 他心裡面覺得很重要的事情 會是什麼東西想想看 是我要照顧很多艾滋貓很重要嗎 大家都會怕艾滋貓的話 領養人很重要 領養人很重要 那一個他心裡面的需求呢 還記不記得我們在很久之前 有看過吃漢堡的那一個影片 對不對 然後那個女生 他是真的不喜歡吃大漢堡嗎 不是 他心裡面需求是什麼東西 我想吃我超想吃的 但是 不能 對我不能被人家看到 所以他心裡的需求 不是說我想要吃小漢堡喔 他心裡真正的需求是 我超想吃大漢堡的 但是我又不能被人家看到 所以他們後來想出的方法是 我讓你可以大口吃 可是別人都看不到 這樣最棒對不對 所以 想想看 要填這一個很重要 但是他的需求在哪裡咧 來回頭來看你的同理心地圖 我們同理心地圖 剛剛已經用到了 左下角的那個粉紅色的單子對不對 還記得左下角粉紅色單子是什麼嗎 痛苦 痛苦 還有一張粉紅色單子還沒有用到 希望 他的目標 對不對 所以請你從右下角 我們幫他整理出來 他心裡面的想法 來想想看 如果我們今天想要解決的 他的是左下角的哪一個困難 或是哪兩個困難 那麼在右下角 如果你是找兩個困難 你就要找出他想要達到哪兩個目標 比如說如果今天想要解決的是 是捐款太少問題 那想要的目標是 最好有一筆一百萬捐款就好了搞定了嗎 還是怎麼樣怎麼樣比較好 我也不知道 你要去看一下他心裡面希望是什麼 什麼什麼東西 那如果說我今天想要解決的 像我剛剛講的是 大家都怕愛隻貓的話 那心裡面期待會是什麼 全世界愛隻貓給我養 好像不是這樣 如果是大家都怕愛隻貓 我的期待就是 大家都不怕 大家都不怕的話 這是最好的 那我們設計出來的行動 才能真正解決他的問題 如果他今天期待是大家都不要怕的話 我們可能就可以做什麼事情 想吧 是每個人都去領養嗎 宣導讓每個人知道說 愛隻貓會不會傳染給人 不會啊 照顧愛隻貓雖然麻煩一點點 會不會很難很難很難照顧 好像也不會對不對 這些多宣導之後 大家久而久之 聽到愛隻貓 就不會那麼害怕了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很重要喔 好來想想看 如果以老師的例子來說 我們之前就說 那個廁所低年級廁所 都沖不乾淨 使用者是上廁所低年級小朋友 他的問題是沖水好無聊 每次按下去要等5秒鐘 你看課堂上我認真聽 就知道要按5秒 可是低年級覺得 等這5秒好煩喔 我還要看那水一直沖 所以他希望在等5秒的時候 有事情可以做 那這個5秒的時候這個事情 為什麼他這個時候要有事情做 因為年紀越低越想要幹嘛 對就算是沖水 對就算是上廁所我也想要玩 最好這可以很有趣 最好可以不無聊 然後這時候 如果真的是這樣的原因的話 那麼我們就可以來設計出來 讓他覺得沖水很好玩 他就會覺得 這個5秒我可以沖10秒都沒有問題 因為才太有趣了對不對 所以如果以那個廁所沖水的例子來說 我們這個句子就會變成這個樣子喔 來把這邊念一下 如何協助低年級 如何協助低年級小朋友 在上課所持 各不覺得沖水好無聊 等好久的問題 因為 因為對他來說沖水好玩很重要 假如這個是我們訪談之後整理出來 就是什麼事情都要好玩 包含我去餓餓 包含我去尿尿 包含我去沖水都要很好玩的話 我們就要想辦法幫他解決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想辦法幫沖水 設計一些東西對不對 如果踩下去有那個鋼琴的音樂聲音 或是如果踩下去有 不是氣泡值的 說不定他就會覺得 喔好好玩喔 我想要一直踩啊對不對 都不願意出廁所了就一直踩 對不對 如果我們的推斷是對的的話 我們設計出來的事情 就真的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這一句很重要啊 你要找出怎樣達到這一個 他心裡的那個想法 達到這個他就覺得 哇好滿足了 你真的解決我的問題 那這個地方要寫在哪裡咧 來第三個現在要不要寫 不用寫喔 現在要寫的是第四格 第四格就是要加上這句 因為對他來說 什麼什麼東西很重要 可是這個什麼什麼東西 我們要從哪裡整理出來 是你想的嗎 不是我們要站在他的角度想 那所以我們怎麼站在他的角度想 同理心地圖哪一張 左下還是右下 右下 右下 右下是他的期待對不對 從你自己先回頭看 剛剛的POV的巨型 我找出來他的痛苦 然後去右下找相對應 怎麼樣是他希望可以達到的目標 他心裡面最期待的是什麼事情 巨型是這樣子寫的 寫說因為對他來說 什麼什麼東西很重要 這個地方給大家四分半鐘的時間 什麼變一個新的 什麼東西是新的 一定要照這個不能再想一個新的 你們已經寫POV巨型了啊 你的巨型要換新的嗎 你們的這個巨型有要換新的嗎 沒有 沒有那就是針對這個巨型來看說 這樣我們怎麼克服這個問題 打到什麼目標就解決這個問題 這樣OK嗎 他希望的醫療狀況是怎麼樣 怎樣他會覺得 都很健康就不需要醫療了 你們現在解決的是他醫療的時候 貓會緊張 如果他的那個困難是 只要醫療貓都很害怕的話 那他期待是貓都不要生病 你覺得合理嗎 有可能有可能貓這輩子都不生病 對因為對他來說很困難耶 所以好像不可能是都不生病耶 對那如果都一定會生病的話 他期待生病醫療的時候狀況會是怎麼樣 對所以我們怎麼樣寫 對那該怎麼樣寫比較好 因為對他來說貓咪醫療時 怎樣怎樣怎樣很重要 他為什麼會亂動 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對不對 所以我們怎麼樣 對那所以對燒賣來說 因為對燒賣來說 貓咪醫療的時候怎麼樣 怎麼樣的狀況會是很棒的 不要亂動 貓咪不要亂動很重要對不對 好來那我們就照這樣寫 我們就想辦法怎麼樣 讓貓咪在醫療的時候刻意不要亂動 有兩個就是一個是捐款不足的問題 那就表示如果我覺得問題是捐款不足的話 那他覺得怎麼樣 他覺得什麼事情是重要的 貓咪的開箱要怎麼樣 要足夠 足夠 那你覺得他是這個月足夠就好 還是穩定的足夠 那所以我們要怎麼樣把這個句子寫出來 因為對他來說 有穩定的收入對 那這個收入我們就可以想要看是捐款還是賣商品 這個就可以考慮對不對 有穩定的收入很重要 第二個就來如果參觀人數變少的話 他在意的是什麼東西 對所以第二個他覺得因為對他來說 什麼什麼很重要 有人陪貓玩 有人陪貓玩 陪貓玩可能我們可以進一步 陪貓的目的可能還是希望 對 玩完之後可以怎麼樣 可以再回家裡 嗯嗯嗯 再想想看 他心裡面覺得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我們現在有兩個對不對 第一個是捐款不足 捐款不足你們覺得 他心裡覺得重要的是什麼 前面是捐款不足 前面是沒有錢 然後我們他這兩個要對應 先來看你們現在是不是有兩個 一個是捐款不足 另外一個是參觀人數少對不對 那在捐款不足的部分 他心裡的痛苦是捐款不足的話 那麼他心裡面覺得重要的會是什麼東西 為什麼需要捐款 為什麼需要捐款 對所以非常好 所以對他來說 拼圖喵可以繼續 對 對不對 所以他就希望有足夠的錢 所以可能就不會是這一個 這個是要做的事情 那他心裡在意的是 我沒有錢 我就不能繼續經營對不對 所以這個很棒 這個先寫下來 因為對他來說 這句話先劃掉 然後寫剛剛那一句 劃掉就好了沒有關係 可以劃掉 那參觀人數少 他心裡為什麼會覺得參觀人數少不好 參觀人數太少的話 為什麼會不開心 大家就 所以可能第二個就是他除了希望能繼續經營 還有他第二個期待的是有人 對所以就有兩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剛剛講的兩個 我們把它整理成完整句子寫出來 借我看一下 我對你們這組的期待再更高一點 為什麼要多一點人捐款 捐款 他要錢幹嘛 因為他想要拿去吃 什麼 讓貓友 先想好再寫 讓貓友 為什麼需要捐款 讓貓友 捐款是拿來幹嘛的 讓中途之下有足夠的經費來養 照顧嗎 來養更多個貓 好 所以這個地方我希望你修改一下 當然這個是對的 他是第一階段的 可是為什麼要多一點人捐款 他的目的是 他可以 跟中途之下有更大的 更大的空間 可以照顧貓咪對不對 好不好 對啊 然後參觀也是一樣 進一步 為什麼要人家來參觀 參觀的目的 對不對 你們是第一組對不對 來 你們寫的是捐款變少 他心裡覺得捐款變少這件事情 他很困擾 那解決 如果捐款變少他會很困擾 為什麼他會很困擾 先不要講希望 為什麼他覺得捐款變少 因為媽咪很多錢很少 然後會怎樣 會沒辦法 他沒辦法養那麼多貓 對貓咪會沒錢養貓 對沒有辦法好好照顧貓 對沒有辦法好好照顧貓 所以對他來說重要的事情 就要從這個地方延伸過來 那會是什麼 因為對他來說 要好好照顧貓 有足夠的錢可以好好照顧貓 很重要 這樣懂嗎 這個先這樣改 第二個你自己想想看 沒有人來陪貓的話 那麼他心裡在意什麼 為什麼人要來陪貓 因為有些人來看貓 就比較會有更快 所以跟愛之貓就沒有關 你前面沒有提愛之貓 這邊就沒有 來各位最後30秒 等一下一樣 又要發表 這一次要輪第三個 剛剛都沒有講過話的人發表 講的劇情是因為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我們來聽聽看別人的想法 這個延長 應該沒有兩個人沒有念對不對 等一下我們要這樣子喔 其中一個人念這個 剛剛的POV劇情 我们想要协助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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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接下来另一个人来说 因为对他来说什么什么很重要 我们就会完整了这整个BLV的巨星 要刚刚都喊了讲话的人 然后要跟刚刚一样大胜 好咯那我要开始咯各位 那这一次我还是一样要倒者 但是我不会从第六组开始 我要从刚刚有很特殊观点的组别开始 很惊讶的看着我 好来第四读情解历 好来各位好听众我们想过来 第六组很棒 第三组很棒 我们的POV 我们的POV第一集是 第二集如何 如何协助猫 中途之家的负责人 在照顾猫 第一集困难猫 一带可以了解 因为对他来说 妈咪不肯胀好好接受的治疗很重要 你有没有找到 对他们是不是真的找到 先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 他的目的 他抓的重点很好 今天烧麦是希望都不要生病吗 是 不可能吗 还是生还是有可能生病 那希望是真的生病的时候 在治疗的时候能够不要反抗 这样猫才可以好好治疗 我照顾猫的人也不会咕死我就受伤对不对 这个写得很棒 谢谢先请坐 来第三组起立 我们的T.O.B.细型是 如何协助猫中途之家的负责人在疫情情间照顾猫时克服圈缓不足的问题 我们先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 他们前面提出了两个需求 所以他后面就去探讨 这两个需求 最后其实心里面他希望达到的目标是什么 第一个 他不是说我希望很多人捐钱 我也希望很多人捐钱给我 但人家为什么要捐钱给我 实际上烧麦他希望是因为如果有稳定的收入 我就可以更好的照顾猫咪 不然的话猫咪这个月吃很薄 下个月饿肚子好像可怜 对不对 再来他们为什么说要解决参观人数变好 变少的问题呢 就是因为他希望借由参观 可以让猫跟人互相活动之后 然后就可以被人养回家 这样很棒 对不对 好再来第二组 我们的PoV去从事如何协助猫咪中途之家负责人 在照顾猫咪时克服金钱不足 参观人数少的困难 因为对他来说持续经营 必须要和领养 来先给他掌声鼓励一下 我要称赞这一组 这一组在我刚刚过来看的时候 他们就其实就有想到 我并不是只有提到钱的问题 为什么钱很重要 他提到是持续经营 因为烧麦哥哥是说你捐款给我 我要拿去大吃大喝吗 不是耶 他的目的是希望干嘛 我能够一直一直好好的照顾这一群猫 对不对 所以他提到持续经营 因为不是只看钱 是希望能够帮助拼服猫 可以长期稳定的经营下去 来第一组 我们的POV进行试评 如何协助猫中途之家的负责人 在疫情期间时 克服没有人来陪猫和捐款负责 因为对中途之家的负责人来说 多一点人捐款参观中途之家很重要 让中途之家有更多经营 来养更多猫 并有更多人来领养猫 好 先给他掌声鼓励一下 请问发现这一组写的很完整 他又把第一副的东西出来 我希望更多人来捐款 我希望更多人来 他也写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有钱我就可以照顾得更好 更多人来就可以有更多的人来领养 对不对 所以句子很完整 接下来还剩两组 现在剩这两组是压轴 你要拿去哪里 你到底要拿去哪里 好来 我们的 我们的BLVG人是 如何协助猫庄图之家的负责人 在疫情期间克服捐款和领养人数变少的问题 因为 对他来说大家帮助流浪猫很重要 大家帮助流浪猫很重要 他们其实还是有没有偏离对不对 但是我们可能会希望他可以写的再更具体一点 我们大家可以帮他想想看 他们今天要克服的问题 第一个是克服捐款的问题 第二个是克服领养人数变少的问题 有没有任何人可以稍微给他建议一下 如果是克服捐款的问题 他们接下来可以具体 他心里面期待往哪个方向写 刚刚有跟他类似的哪一组 可以给他们一点建议 你们是怎么写的 来第三组 就说看 如果是克服捐款的问题 他心里期待很有可能是什么 就是对他来说稳定的收入 所以你可能可以写稳定的收入对不对 来第二组 我觉得你们这个的答案是最棒的 为什么需要稳定的收入 这样子懂吗 当然是好好照顾 但因为照顾方法不一样 他为什么需要这么多钱 他的目的是 来 请问一下 有刚刚听到刚第二组他的说法吗 为什么需要钱 领养是他领养吗 他可以照顾 需要这么多钱的目的是什么 他可以好好的 照顾 中途之家里面的猫咪 对不对 来你说说看 照顾更多的猫 照顾更多的猫 是你家里的猫还是哪里的猫 中途 是接猫吗 中途之家的猫咪 这样才叫具体可以吗 我们再听听看其他组 然后你们这边可能要稍微修改一下 你们的那个 后面的那个期待 好像还没有那么具体 来谢谢先请坐 来最后一个压轴 请站起来 来我们的 我们的POV事情是如何协助公図之家得出的人 他前面有提到足够的钱才能够好好的养猫对不对 然后下面还提到说大家都来参观 为什么大家都来参观中途之家很重要 你觉得他心里为什么觉得你要来看 因为那个有些人有些猫咪需要陪伴 哦猫咪可能需要人陪伴 还有呢 有些人来寸便会变得快 对所以你们第一段写得很棒 第二段我们要看要不要写得再深一点这样子 可以稍微修改一下吗 好谢谢先请坐 大家赶紧掌声鼓励一下 每个POV剧情都已经看完了对不对 一样就到了微调的时间 听听看别人有什么相放 别人哪个句子很棒 我们把别人的学起来就会变得更棒 这边一样一分半钟的时间来稍微修改一下 有问题啊 不不顺对不对 念起来就不顺 你肩表现很棒 他期待是更多人怎么样 非常好所以此次提手房 来30秒 提手房 等一下你就去写 然后你帮他看一下 看他写的对不对 好来各位谢谢 先请回座 屁股黏好椅子上 一样我要来看哪一组 看我的速度最快 请转过来 好修改完巨型之后 不知道刚会不会有人有疑问 老师你这个叫设计路线图 我都没有看到路线 因为路线在第三格 为什么有没有走过迷宫 迷宫一定会有起点跟终点 对不对 你才会知道 对我从这里进去 我要从那里出才是对的 走一走走回原地是不行的 就算你走出去也是不行 我们刚刚其实就要花力气 帮你找出起点在哪里 终点在哪里 第二格 这边的POV巨型 就是迷宫的起点 也就是他卡在这个地方 我的钱就是太少啊 我每次去医疗的时候 猫都抓我啊 现在都没有人领养啊 他卡在这里 终点在哪里 终点在第几格给你猜 这一格 这一格对他来说很重要 钱就是太少 我希望能持续经营啊 每次都被猫抓 我希望猫每次在医疗的时候 都能够很安静啊 对不对 那个都没有人来参观了 我期待是什么 好多人都可以来参观来领养啊 这边是起点 这边是终点 中间就会是我们的设计的那个路线 要我们接下来要想 下一堂课就是要想想看 我们怎么样帮他克服这个困难 让他可以达成这个地方 他就觉得哇好棒啊 我的梦想达成了 所以等一下要做什么事情呢 等一下会给各组 三分钟的时间讨论看看 我现在帮我自己这边找出来 他的困难是什么 然后我这边也帮他找出来 他可能达成什么目标 我要回去去查资料 去想想看 怎么样可以帮他从这里 走过这些路线到这里来 那下一次就可以发想这些路线 但是查资料是重要的 所以这三分钟的时间 请你写在便条纸上说 我可能可以从什么样方向来发想 举例来说如果我今天的POV剧情室 我觉得大家都很害怕爱之猫 卡在这里 我的期待是大家都不怕爱之猫 那我想想看我可以做什么事情 我可能可以 可能会宣导 宣导就有很多可以查 各种宣导方式 比如说可能会有什么宣导方式 校园 校园怎么宣导 拿海报 那海报是一种吗 书面还有没有 网路对不对 我可以在网路上PO文可以喔 就很多对不对 这些就可以先想下来 我回去就可以查这方面的资料 所以三分钟的时候先去想想看 我可以朝什么方向发展 然后我们等一下就要各组来看一下 然后其他人可以给他回馈 来三分钟计时开始 这边补写完了没有 谢谢 经营的持续经营比较很重要 领养人数变少是第二个 就是有人领养 流浪猫很重要 对不对 好 拿进去 你的汁很漂亮 加油 如果说他今天是缺钱的话 你继续写你的 其他人 那我们怎么样来帮他想办法 让他们可以有足够的钱 就是我们可以用什么 那可以用什么 募款 募款很好 那就写募款写下来贴 先贴上去 写募款就好 谁写 好 那除了募款还有没有其他方法 一直都去跟人家要钱 有没有可能有其他方法 对不对 卖商品 对不对 卖商品 只是直接跟人家要钱 跟我卖东西 就不一样 对不对 那我这里写卖商品 对可以可以 那再来 募款按照 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拿更多钱 更多钱 然后是帮助更多人去领养 我可以怎么做 没有一张写募款一张写卖商品 一分半钟 一分半钟 这边只是方向 所以不用写到那么明确 那其他人可以给他回馈 当他没有想到的 他回去就可以再继续查 我觉得你们这个议题很棒 对看他个性这个很棒 然后再来 点心写上去 也许他吃什么会很开心 玩具有没有可能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那如果说是 有没有什么东西 比如说布 有没有什么布 包一包 对对对对 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 布包一包他就睡着的 这个我觉得很棒 你们这个议题很棒 想想看 还有什么可以让他安静的 灯光有没有 暗一点会不会比较 或是怎样 这可以想想看对不对 音乐有没有可能 找适合猫的音乐 对不对 这个很棒 再来想再来想 那我可以没问题 来30秒 广告可以啊 怎么做广告 传单吗 还是什么东西 15秒 等一下我问 我问有没有组别要自愿的时候 你们就要说我们自愿喔 因为我规定的啊 没有 没有关系 好来各位请停笔 笔放下来 一样我要看哪一组 转头面向我速度最快 第一组很棒 每组都很快耶 好欸 刚刚你就觉得 喔老师怎么一直讨论时间不够 对不对 不用担心 实际上现在就只是一个开头而已 第三格这么大就是因为 越多的发想越好 我们先拿其中一组来试试看 看他们有什么发想 你听到他的发想之后 如果你觉得这个可以 我学起来 我等一下就补上去 或者是欸我有想到他没有的 提供给他 互相看对方强的地方 学起来你会变得更强 我先来看有没有哪一组我自愿 好多人自愿好棒 我来先选这一组 我先帮他补充一下 来第五主要专心听喔 他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 一个是捐款不足 另外一个是参观人数过少 来 捐款不足是有哪一个部分 捐款不足可以用讲座 或者是在一些海盗团单上 告诉大家说 就是每个人都可以用讲座 所以可以办讲座嘛 对不对 就是请人家来演讲 或者是说发传单 传单说 请你们去帮帮他 对不对 这是其中一个方法 我们让那个捐款变多 这个很棒对不对 好 关于这个部分就这两个 对不对 有没有其他人要给他其他想法 怎么样可以增加那些捐款 或是那些收入 我记得有其他组 有想到别的啊 要不要讲讲看上面有写的 你们写什么东西 要不要给他们提供一点意见 在圆游会 圆游会 圆游会 我们是不是每一年都会有圆游会 今天如果我们在圆游会上面 卖东西 卖的时候上面写说 我们卖完的东西钱都要捐给 帮助猫咪 这个是不是很棒对不对 这个方法可不可以 可以我们就可以把它学起来 对不对 所以其实他也有 我们也可以办活动 办活动上面就可以易卖对不对 还有没有人有其他想法 我记得好像有人写到卖商品 是哪一组 是你们对不对 你们的那个商品是拼图喵的商品 还是自己的商品 拼图喵 实际上少卖哥哥是不是有提到 说他有商品 我们能不能够协助帮他宣传 或者是协助他来易卖 这个也可以对不对 这个想法是不是也很棒 如果我们觉得很棒 我们就帮他补上去 对不对 好再来下一个 你第二个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因为参观人数 参观人数少 那你决定应该要怎么做 我们可以利用这上面的方法 什么哪些方法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 因为他们写好多 我觉得很棒 超棒的宣传对不对 我刚刚在别族也有看到 我有去到网路宣传的请举手 是这一组对不对 网路宣传很棒很棒 现在网路 你在家里面不用出门 什么事情都知道 放网路上更多人可以接触到 非常棒的想法 如果你今天也需要宣传的 这个就可以学起来 还有吗 校内的海报 校内的海报对不对 像我们班上好多美工都很强化 美美的海报 大家就会凑过去看 还有吗 你可以利用伴讲座 发传的组织一些人 传单 小的传单 或者是去帮忙妈咪 然后让别人去体验 或者是我们可以设计体验活动 就是说你过来看 怎样陪猫玩 怎样照顾猫 对不对 这组想法是不是非常完整 他想法很多 我们来给他掌声鼓励一下 谢谢 谢谢 接下来就什么事情呢 听到了他的想法 有些人也给大家回馈 再来回来看看自己的 有没有对自己有更多的想法 再给你一分半钟的时间 我们还可以从什么角度再去想想看 我们可以去查哪方面资料 你刚刚写了吗 你有写幕 注音 刚刚有听他们的吗 对这个就把鞋上去 对这个就把鞋上去 好 这里很棒 三十秒 宣导 谢谢宣导 好 来各位 时间到笔放下来转过来 会不会跟之前表现一样好呢 中间这两组表现最棒 有比刚刚多写吗 我有比刚刚多写 比较多张便条纸的准备请举手 没有 有三十多 好 手放下来 或者你本来就已经很多了 有可能现在有想到更多 那既然跟你讲 今天还没有正式来发现 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们要先回去查资料 所以等一下 请你 现在先不用 等一下请你回去 要写在联络簿上 我要查哪一方面的资料 举例来说 今天我贴了很多张 每一个人至少查两张的资料 如果我今天写的是宣导 那宣导就有分书面的 或是上台 对不对 如果是书面的 我就要去查海报的画法 怎么样的海报设计 内容要包含什么东西 不然下次我画海报 就里面画一只很可爱 猫咪什么东西都没有 你这在画什么东西 对不对 你得要知道海报 必须包含什么东西 或是刚刚有人提到 网路上 这是一个很棒的想法 可是网路上该怎么宣传 比如说要怎么样 在YouTube上面 传上影片 对不对 每一个人选两个 先想好这两个 我想要回去查相关资料 下一次上课的时候 我才有能力 可以提出很棒的点子 所以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小组再一分钟的时间 请讨论一下 我要去查哪两张的资料 可以重复没有关系 那就去查画传单的资料 放下写上去就好 要看谁可以找音乐啊 对不对 比如说就是什么 放松音乐之类的 对不对 然后再来就是玩具有没有可能合一 对不对 那就去查什么玩具 可以让他放松的 不是开心的 比如说是哪一种刷毛的 我听说刷完毛 毛就会放松 对不对 或是亮的灯光就会去查 这样子 30秒 你确定要查那一个的 就写上号码喔 嗯嗯嗯 所以就直接写上去啊 比如说这一个是谁 那就写号码 写在这张上面 谁负责海报去查海报的 那就写上去 把最后10秒钟 今天礼拜四 好来各位笔放下来 来请转过来 面向老师哪一组动作比较快 第四组很棒 第一组很棒 第六组很棒 还没有完成不用担心 我们每次海报是不是会贴在后面的黑板 跟布告栏上面 好 告诉你截止期喔 这一张还没有完成的 请你在明天放学前 包含比如说 我今天要负责画宣传海报 下面要写上 到底是谁负责查这个资料了 把自己号码写上去 每一个号码资料出现两次 也就是明天放学前 我只要看到每一个号码出现两次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你要超越联络部上 让你回去好好查资料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好今天课上这个地方了 来谢谢各位小朋友 你们要说什么 见见老子